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本周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捷克 沙利文抵达北京 展开为起属天的紧张会谈 目的在于缓解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尤其是在芬泰尼 台湾籍贸易等敏感议题上 沙利文与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的会谈 标志着自2016年以来 美国国安顾问首次访问中国 双方面对的挑战不容小觑 特别是在中美关系日益复杂的背景下 会议中 双方不仅要面对美国对中国贸易政策的不满 还需探讨如何有效管理彼此的共识与分歧 随着美国即将迎来选举 这场外交交锋的结果将对未来的国际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而沙利文与王毅的闭门会议将成为关键的一步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六度解析 我是您的主持人 今天 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 备受瞩目的国际事件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捷克·沙利文访问中国 就多个关键议题与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进行会谈 这次访问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 更深刻影响国际局势 沙利文此次访问的背景是全球局势复杂多变 美方希望通过直接外交 特别是在美国大选前夕环解中美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沙利文与王毅及其他中国高级官员将在北京举行为期三天的会议 从中东和乌克兰问题到台海局势和贸易等多个方面 沙利文抵达北京后 他首先在北京北郊的一个风景秀丽的度假村与王毅会面 两人在中美两国国旗下握手 背景是一幅象征中国文化的山水画 王毅在公开讲话中称中美关系为关键 并指出这些关系对世界有着重要影响 经历了曲折 他希望中美关系能朝着稳定健康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前进 沙利文则表示 双方将讨论需要有效和实质性管理的共识和分歧 这次访问的重要性还在于 他是2016年以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首次访问中国 沙利文与王毅的会谈不仅指在管理 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 还可能为拜登和习近平的最终会无铺平道路 据悉 拜登和习近平可能在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 或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会面 沙利文此次访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台海局势 美国希望将军事对话扩展到战区指挥层级 以防止台海等特定地区的冲突升级 台海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敏感话题 中国坚持对台湾的主权声索 而美国则有意保障台湾的安全 近年来 中国对台军事威胁不断增加 尤其是在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任后 这一现象更加明显 另一个重要议题是芬太尼危机 芬太尼是一种强效合成阿片类药物 已成为美国药物过量死亡的主要原因 美国希望中国在国内采取更多行动 防止生产芬太尼的化学品并达成关于人工智能安全标准的共识 除此之外 美中双方还就贸易问题展开讨论 中国对美国对一系列中国制造商品 征收关税和针对中国芯片制造商的出口管制表示不满 中国外交部表示 中国将重点表达严重关切 并澄清其在台海发展权和战略安全上的立场 美方则认为这些制裁措施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技术和国家安全 在沙利文抵达北京的同时 中美关系还面临其他挑战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指责中国军用飞机侵入日本领空 这是对日本主权的侵犯 与此同时 菲律宾国防部长也指责中国是东南亚和平的最大破坏者 这都是在南海争议加剧的背景下发生的 沙利文此次访问还涵盖了其他国际议题 例如中东局势和乌克兰危机 特别是乌克兰问题 美国对中国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扩张表示担忧 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美国一直密切关注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希望通过外交手段促使中国保持中立 从历史角度来看 中美关系的现代开端可以追溯到1971年 当时亨利基辛格作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秘密访问北京 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沙利文与王毅在过去一年半中已经会面五次 近年来的频繁对话 反映了两国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的多层次互动 从不同角度来看 沙利文此次访问的重要性在于 他不仅是一次双边关系的调整 更是对全球政治格局的一次深度影响 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看 拜登政府希望通过稳健的外交政策 展示其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力 为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加分 而对于中国来说 此次会谈也是展示其外交策略和意图的窗口 尤其是在面对多重国际压力的情况下 中美两国的互动也影响了世界其他国家 尤其是美国的亚洲盟友和欧洲国家 日本和菲律宾在安全问题上对中国的批评 反映了中美关系的波及效应 中美关系的走向不仅决定了亚太地区的稳定 也对全球经济和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在技术和国家安全方面 中美两国的博弈更加激烈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和投资审查 标志着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进入新阶段 双方在人工智能 安全标准等领域的对话 标志着技术竞争的新战场 总的来看 沙利文此次访问中国 是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外交行动 它不仅涉及双边关系的调整 更深远地影响了全球政治 经济和安全格局 这次会谈的结果将在未来几个月 甚至几年内对国际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感谢您收看本期六度解析 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将继续深入探讨更多重要国际议题 为您带来最新的分析和见解 下次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首先我想强调沙利文此次访华的重要性 中美关系在全球政治中举足轻重 这次会谈有望缓和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 促进合作 尤其是在芬太尼和人工智能安全标准等关键领域 这不仅有助于两国 也有助于全球稳定和安全 哎呀 楚天书 你这是太天真了吧 沙利文的访问根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中国一直在加强在台湾和南海的军事活动 这次会谈不过是场外交秀 你看 日本和菲律宾都已经受不了中国的行为了 难道一次握手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别做梦了 谢琪琪 你这种说法真是典型的悲观主义 当年基辛格的秘密访华 谁能想到会促成中美建交 改变冷战格局 历史告诉我们 外交对话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沙利文此行至少展现了美国愿意通过 对话解决冲突的诚意 而且在芬太尼问题上 中美合作已经出现成效 楚天书 你还记得当年的鸦片战争吗 当时英国强迫中国开放市场吸毒 今天的芬太尼问题何尝不是一个翻版 中国根本没诚意解决这个问题 只是拿来做谈判筹码 至于人工智能安全标准 能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中美在科技领域的竞争谁都不会让步 这次会谈只会让人看到双方的分歧更加明显 谢奇奇 你的例子很有趣 但也许有点过时了 现代国际关系已经不像鸦片战争时代 那么简单粗暴 沙利文此次访华不仅是为了 芬太尼和人工智能 还有贸易和台湾问题 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对话 和协商来解决 举个例子 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也是通过长时间的谈判才得以实现的 中美之间的对话也需要时间 但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哎哟 楚天书 你这种乐观主义让我觉得你是不是活在童话世界里 中美之间的问题复杂得像一部权力的游戏 台湾问题 南海冲突 贸易战 科技竞争 这些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决的 你说的北爱尔兰和平进程 那可是经过了多少流血冲突和无数次谈判才能达成 你以为靠一次会谈就能让中美关系春暖花开 行行吧 现实可没那么简单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晚安